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叫修行? 这两个字的意思一定要搞清楚 不要错会 修行就是依照佛陀的教训 修正我们的行为 叫做修行 而不是每日去拜佛烧香 去念敬 或者去念佛参禅 这些算修行吗? 同个位说 这是修行的样子 未必是真的 口道念的是奥弥陀佛 遇到人 如果不称自己的心 马上就发火发脾气 骂人 那哪叫修行? 遇到信自己意思 起贪爱 不信自己意思 就发怒 你没有修行 你这样送经念佛都没有用 都没有效的 一定要将佛在经常教我们的做到 这样才叫修行 例如佛教我们不杀生 我们在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境界之中 我们都能遵守 绝对不伤害众生的生命 我们真正做到 这种叫修行 美学佛之前 有意无意 看到蚂蚁很容易 你就去杀它了 在家里见到蟑螂 见到老鼠 你一定会杀害它 它来扰乱我们的生活环境 最常见的 蚂蚁咬你 一巴掌就打死它 就杀它了 杀生了 修行就是修正这些行为 这些行为是错的 问道处肥 同人一样土生活 我们亦在外面 土生会谋生 谋生不犯罪的 所以蚂蚁咬我们 一口不犯罪 不犯死罪 你如果不愿意供养它 不愿意报仕 你将它赶手就行了 无权力杀它 真正学佛人 听从佛的教会 蚂蚁咬我们 欢喜 跟祂结局缘 布施祂 供养祂 这种是好事 我们错误的行为 错误的想法 糾正过来 修正过来 这种叫做修行 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 修正错误的见解 修正错误的行为 那个人叫真修行 不是形式 有形式没有实质 没有用的 有实质没有形式 还是得到诸佛护念 善神保佑 佛菩萨善神 重实质 不重形式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